俄乌两军在哈尔科夫的激战还在持续当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表示 乌军在哈尔科夫东北部成功击退了俄军新一轮的进攻 并且表示乌军信心有所增强 而由于俄军不断的炮击 目前乌方第一线防御攻势的建设无法进行 而乌方正在加紧修建第三道防线 与此同时 前线压力迫使乌当局继续扩大征兵的范围 这也导致其国内逐渐出现了用功缺口 乌总统泽连斯基在18日的晚间视频讲话中指出 乌军在哈尔科夫州东北部又抵抗住了俄军一轮进攻 士气有所提升 并指俄军的战斗消耗也很严重 哈尔科夫州州长瑟涅胡伯夫当天则表示 俄军已深入哈尔科夫州5到10公里 但当地守军已基本控制局势 他还透露 俄军18日对哈尔科夫州首府哈尔科夫市的空袭 又造成6人受伤 其中包括3名儿童 泽连斯基日前承认当前乌军确实兵力短缺 乌当局一项有争议的动员法案18日生效 将男性入伍的年龄70线从27岁将至25岁 同时乌外交部表示 居住国外的18至60岁乌克兰男性也需提交军事登记等文件 才可在屋外交机构获得领事服务 新动员法案还提到将向士兵提供奖励 比如现金或购买房屋及汽车的资金 但有分析人士指出 屋当局实际无法负担 逐步扩大的征兵范围也让屋国内逐渐出现 对用工短缺的担忧 有市政人员表示 征兆水屋 供暖等重要岗位的工人 将意味着这些服务可能受到影响 还有企业老板表示 他预计手下70%的员工都可能被纳入动员范围 这将导致企业无法运转 届时恐怕只能被迫倒闭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